警方征破一宗超过2亿元的贩毒案 检获225公斤 怀疑何卡因 数量是今年以来最庞大 拉了两个男人 明天在粉领法院提堂 国庭晶报道 行动中检获大量何卡因砖 重量达到225公斤 市值大约2亿0400万 警方说贩毒集团利用船运 从南美苏利南 运送两个一共重40吨 报清装有废铁的货柜 并且将毒品收在9个 用公子铁销罕组合的铁箱 运进去这批废铁里面 负贵抵抗之后 存放在平邪一个面积1万尺的仓库 警方星期五突击搜查 起出这批毒品 这些废铁里面除了我们看到很重 很多都还是生瘦 还有有些是非常风利 所以其实我们人员在处理这些时候 是有一定的风险 我们除了想办法 要去拆开这些非常坚固厚实的铁箱之外 其实我们也考虑保存证物的完整性 避免在拆这个过程中损坏证物 最终其实凭着我们人员不眠不休 还有用了一些重型的工具去辅助 还有其实我们超过了15个小时的时间去处理 最终将这些废铁成功破开 减获所有毒品 两个被捕男子22和29岁 相信是贩毒集团的成员 警方说估计贩毒集团会先团职这批毒品 再出售逃利 会调查是用于本地销售 还是会转运去铃近地区 有线新闻 郭婷征不斗 评级机构标准普尔 维持香港展望评级为稳定 财政司司长陈茂邦认为 本港宏观经济形势向好 财政状况平稳 陈茂邦在网站说 港股近日突破19,000点水平 是超过9个月高位 大市和年初相比 累计反弹超过三成 楼市上月成交增至超过8,500宗 楼价扭转连续10个月跌势 趋向平稳 但不同行业复苏状况不平均 零售餐饮等行业 仍然适应市民和旅客 消费模式转变带来的挑战 政府好快会公布下半年的盛事 期望为市面增添活力和消费动力 三个环保团体批评环保署 有条件批准新田科技城环评报告 或报告多处错漏 环保署发稿重申 环评程序科学专业和全面 环保署从7个方向回应环团 指环评报告已经适当考量 大量和持续的生态资料 并根据要求 避开拉姆萨尔湿地 保留露鸟林和彭龙地成熟林地 以及以12个月生态基线 调查工程对繁殖露鸟和各类湿地雀鸟飞行的影响 报告也有针对施工期间潜在的生态影响 制定换解措施和生态补偿措施 认为生态补偿方案 促然弥补发展工程造成的生态影响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7日澳门考察 最后一站参观体育设施 行政长官何一成引述他说 澳门是国家的掌上名珠 又肯定澳门特区政府的工作 王家俊报道 澳门考察最后一日 夏宝龙朝早抵达有澳门胆之称的 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 又去到运动员培训及集训中心 和武术、空手道等运动员交流 逗留了大约半个小时 之后经港珠澳大桥口岸离开澳门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 总结夏宝龙访澳行政 形容他全方位了解澳门情况 又引述他说 澳门是国家的掌上名珠 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夏主任强调 要齐心协力 把澳门国际大都市金铭片 刷得更亮 这是对澳门特区的肯定和鼓励 也是对澳门特区未来的发展期许 对澳门各方面的工作取得的新的进展 已与充分的肯定 指出澳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实现了新的进展 经济息度多元发展迈出了新的部分 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 献设取得了新的进展 夏宝龙此行有超过40场考察活动 亦都有到访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 有和夏宝龙会面的人大引述夏宝龙说 横琴属于澳门 何一诚回应说 这是一个概念 现在来说 中央没有任何意图在物理上交给澳门 因为如果物理上交给澳门 这个工作量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程序 你说用什么去理解横琴和澳门的一体化来说 就是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 这个就是中央给出的明确的指示 何一诚又引述中央说 横琴是为澳门而刺 扩大了澳门的发展面积 可以为更多游客服务 令澳门继续成为国际大都市 有线新闻黄家俊在澳门报道 澳门今年举行行政长官换届选举 何一诚说夏宝龙此行 没有说到相关的事宜 他也都没决定是否会竞逐连任 陈慧欣报道 何一诚先生 当选为澳门特别 澳门行政长官选委会选举8月举行 之后会选出行政长官 何一诚在总结港澳办主任 夏宝龙访澳之行的时候 被问到夏宝龙有没有谈及特首选举 还有他自己有没有异欲连任 何一诚形容今次夏宝龙到访是对今届特区政府的考核 有指出不足的地方 至于会不会影响支持他连任 他说目前不评论有关问题 澳门的宅 马路的宅 我们的交通是十分之涌极 我们是存在这个问题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上面的问题 这个夏宝龙都是会看到的 都是会看到和听到和有人和他反映到 所以很多的工作上面 我们是会按照我们在一路发展里面 一路是调整之中 一路是纠正之中 不满有一个政府说我的工作是百分之百满意 何一诚又否认 夏宝龙考察澳门 由去年的四日增加去到七日 是为特首选举做准备 重新是要和香港考察的日子看齐 反映港澳地位同样重要 有线新闻 陈惠恩报道 商务部宣布对美国 欧盟 台湾 和日本进口的工业用合成甲存 展开反傾销调查 商务部说会调查2023年间 从美国 欧盟 台湾和日本进口的 共聚聚甲存是否涉及傾销 即日起会采用问卷 听证会 和现场核查等方式 向利害关系方 了解产品的销售情况 生产成本 估算倾销幅度和公司运作等资讯 这款合成甲存 特性强度高 可以用在汽车配件 电器和建材等 代替部分金属材料 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到访沙特阿拉伯 和王柱穆罕默德会面 两人商讨如何加强战略关系 和检视战略协议的草案内容 据报包括美方向沙特提供安全保证 以及支援民用核能 双方也讨论推进以巴两国方案 平息加沙战事 和运送人道物资至当地 沙利文稍后会转访以色列 会见总理内探尼亚湖和其他官员 讨论加沙冲突和释放人质谈判 回来新闻时间 互联互通机制面世十周年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前局长陈家强 与其本港未来的金融发展老项 仍然会以互联互通为主軸 透过扩阔应用范围和引入新产品 吸引更多资金经由香港进出内地 王卓恩报道 互联互通啟动至今十周年 当年有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的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前局长陈家强 接受本台财资相传访问时说 这个机制为内地资金 开通了风险可控的进出渠道 互联互通这个机制 我想的时候就是说 是开了互联互通 就不断有没有新的产品可以摆下去 令到内地投资者可以利用香港 作为他们投资和理财的中心 可见到的将来 这个趋势应该持续的 因为一方面我们是要帮国家的市场 改革开放和打开它的资本市场 同时我们香港在一个这么小的市场 我们需要一些外来的资金 来带动我们的发展 他预期下过十年 本港的金融发展蓝图 继续会以互联互通为基础 透过不断扩阔应用范围 吸引更多资金 经由香港引入内地和走出海外 不过对于外界憧憬多时的新股通 他认为还没有条件推出 因为新股通其实是牵涉到两地的监管制度 目前来说是挺不同的 譬如你新股上市 中间的过程 股价是不能透明的 有一个时期的时候 你怎么样将什么股票可以上市 上市的披露是怎么样 还有有多少散户和投机和投资者的比例 其实到很多市场都有不同的规矩 所以如果你真的去到完全新股打通的话 我相信在一段时间 两边的机制要很吻合 目前来说不是这样 陈家强又认为 香港的独特优势和角色 不会因为和内地融合而受到影响 因为本港的交易制度和法律等方面 比较接近国际 相信中央仍然会支持本港 成为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 有线新闻黄祥恩报导 元朗工业村一间石油化化学公司 有气体泄漏 两个职员自行疏散 无人受伤 厂房内两个巨型储存缸 朝早自动扫水系统仍然启动 消防员拉喉戒备 又出动机械狗协助处理 现场是宏乐街12号 一间石油化学公司 凌晨12点多 警方和消防接获多个 元朗和天水围居民报案 说闻到不明的刺鼻气味 消防到场发现 其中一个储存缸 怀疑瓜热传出异味 于是耍水降温 现场检测到气体单体本月烯 浓度未到危险水平 正调查事故原因 单体本月烯主要是一些 用作制造塑胶的原料 如果我们日常接触到的话 其实有机会引致到 我们皮肤或者眼睛 是会有刺激的 也都在有一个危险性 就是它非常之易燃的 我们在现场 其实只能够到 是8万匹比的浓度 是一个PPM 如果要有危险性的浓度 是要到50个PPM 才会对我们身体有危险性 所以现场的浓度 其实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在囚的伊朗人权领袖 穆罕默迪 被加控散播反政府信息罪 涉及多宗案件 正在首都德克兰 服刑的穆罕默迪 上个月向支持者 发布一则录音贴物 呼吁曾经被政府拘捕 甚至政府人员性侵的女子 挺身而出 当局控告她 触犯散播反政府信息罪 法院稍后开庭处理 获班诺贝尔和平长的穆罕默迪 批评政府再一次 对她不公正审讯 要求公开聆讯 有记者和律师在场 伊朗当局未回应事件 日本秋田园两个警察 在树林被红杂击重伤 他们当时正是调查一宗发现尸体案 未知死者是否曾经被红袭击 李沛山报道 秋田园警方在事发的六角市 十和田大汤的山林入口 加设警告牌 扩大风山范围 两个警员星期六下就进入山林 搜查近日失踪的一男一女 他们找了大半个小时后 发现一具男人的遗体 准备抬走尸体的时候 被红袭击 直红之后不知所终 分别二十多和四十多岁的警员 手臂和面部受重伤 两个人清醒送去医院 无性命危险 配备武器和防护装备的警员 早上继续在山林入口把守 防止民众上山 附近道路也已经封闭 警方找回失踪一天的六十多岁女人 她报清跌入小溪 手腕和腰痛要送丸 她没有被红袭击过 警方消防等会再上山搜索和混走围体 并且增派直升机支援 死者怀疑是日前上山採摘野菜之后失踪的六十多岁男人 未知有没有被红袭击过 十和田大汤山林在八年前 也有四个人在採集捉损期间被红袭击死亡 每年这段日子 政府都会禁止民众上山 今次两个警员预袭地点 不是原先的禁区范围 秋田园政府和警方召开紧急对策会议 呼吁附近居民要提高警惕 说会和中央政府初商对策 有线新闻李沛山报道